来 小伙子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去人单位闹 重点不在于同不同意 而在于你为什么去单位闹 我私家跟他说他不告诉我 那个是我从小到大的那个朋友 而且他也有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我也都认识 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事 然后他就非常特别不乐意 这个确实我觉得一个女生 碰到这么一个男生 确实也会疯掉 他对你好 他对我们是还挺好的 但是就是管得太严了 就是管得太严 一点自由都没有 他因为小事的部分场合 这也跟我吵啊 有一次我下班了回家 然后他去接我 然后朋友给他打电话 说请他吃饭 非要带我一起去 我说我就不去了 然后那个你朋友 又是男的 也没有话题聊挺尴尬的 然后他非得让我去 我不去嘛 然后他急了 在马路上就够汗 当时下班嘛 都是高峰期 那多少人呢看着我们呢 感觉特别没有面子 不是 那时候我朋友 都过上日给我打电话 那个严谦说 都在自己对象去吃饭 完了你不跟我去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完了假如你要是不去的情况下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的情况下 那个我朋友他怎么说我呀 我这脸往哪放啊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那我不想去 而且你同事都是男的 你正好也不让我跟男的接触 正好随你愿来 不是 那我带你去 这不挺好吗 那我朋友怎么说我 你要不去呀 那是这可以 那你不能小点声跟我说吗 那这大马路上啊 人家都看着呢 当时多丢人呢 我小点声你不听不着吗 对过 一点小事然后就跟我吵 你喜欢他吗 刚开始喜欢他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 你跟他提过分手 他限制我人生自由 我提过呀 我今天来就是跟他分手了 不是 你以前提过分手吗 以前提过 他让你分吗 他不让啊 就死神汗打 是不是感觉自己给粘上了 对 那当然我喜欢他 不是 你觉得这管用吗 管用 管用啊 就是他逃到天涯海角 你都追什么 对 那你这不就无赖吗 小朋友 我那我喜欢 人家不喜欢你啊 你那是借口 你那不是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我喜欢他呀 那有什么用啊 行了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看女生讲的时候 其实也挺欢喜的 好像还享受其中 虽然嘴里说要跟他分手 是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秋比特问卷 请不吝点赞订阅